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人口老龄化、时间的沙漏 二、历史的皱纹、人口老龄化的政治面容 三、细胞的时钟、人口老龄化的科学计时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揭秘人口老龄化、时间的沙漏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时代的一大难题 人口老龄化 不过别担心 我们会尽量不让这个话题变得像是一碗无味的麦片粥 首先,想象一下时间的沙漏 沙子缓缓地从上部滑落到下部 这个过程就像是人口结构的变迁 在沙漏的上半部,我们有年轻的沙力 嗯,这听起来有点怪,但就是指年轻人口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沙力慢慢地滑落到沙漏的下半部 变成了我们的老年人口 问题是,我们的沙漏似乎有点堵塞 上面的沙力,年轻人越来越少 而下面的沙力,老年人却越积越多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沙漏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那么下半部的老年沙力 可能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派对 因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可能在那里 跳着过去流行的舞蹈 比如华尔兹或者探歌 而上半部的年轻沙力 则忙着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 没有太多时间去增加自己的数量 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派对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年轻人工作 纳税,支持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保健的基础上的 但是,如果年轻人的数量减少 那么谁来支付账单 这就像是去餐厅吃饭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在买单时都不见了 其次,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 护理设施和老年友好性的社区 这就好比是 我们需要为派对增加更多的座位和舞池 但是我们的预算有限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些国家尝试通过提高生育率 延长退休年龄 或者鼓励移民来平衡沙漏 这就像是在沙漏上面加了一些额外的沙力 或者是让沙力滑落得更慢一些 或者是从别的沙漏 接一些沙力过来 最后,让我们记住 老龄化并不是一个无解的诅咒 它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我们的寿命延长了 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追求梦想和积累智慧 所以,虽然人口老龄化 确实是时间的沙漏在给我们的挑战 但它也是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提醒我们珍惜每一粒沙 无论它们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历史的皱纹 人口老龄化的政治面容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让全球政治家们夜不能寐的话题 人口老龄化 想象一下 历史是一位年迈的老者 脸上布满了皱纹 每一道皱纹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故事 而在这张脸上 最深刻的一道皱纹 就是人口老龄化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其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这意味着 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能活得更久 更健康 但是 就像一位老者的膝盖 在多年的跑跳之后开始抱怨 人口老龄化 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 是养老金的问题 想象一下 一个家庭里 曾经是一对年轻夫妇养一个小宝宝 现在变成了一个工作的小宝宝 要养两个甚至四个老人 这就是所谓的 道金字塔人口结构 政府的养老金系统 就像是一位老年魔术师 不得不变出越来越多的兔子 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但魔术师的帽子毕竟有底 兔子也不是无限的 然后是医疗资源的分配 随着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在增加 这就好比是一场宴会 原本是年轻人的狂欢 现在变成了老年人的茶花会 但是茶点却没有相应增加 医疗资源的紧张 使得政府不得不在预算上 做出更多的调整 以确保老年人得到适当的照顾 接着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上的年轻人数量减少 这就好比是一支足球队 曾经年轻力壮的球员们逐渐退役 新的替补却不足以填补空缺 企业和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比如提高退休年龄 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或者引进外国劳动力 最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 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就像是一部老旧的电影 虽然经典 但是缺乏新鲜感 年轻人的减少 可能会导致社会活力的下降 创新和变革的步伐放缓 总之人口老龄化就像是历史的 一道深刻的皱纹 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成长 同时也提醒我们 需要不断适应和应对新的挑战 政治家们需要像悉心的护肤专家一样 为这张日益老去的社会面容 找到合适的护理方案 让历史的皱纹变得更加优雅和有韵味 毕竟老龄化不是问题的终点 而是我们智慧和创新能力的新起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细胞的时钟 人口老龄化的科学计时器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 细胞的时钟 也就是那个 记录我们走向老龄化的 不那么友好的小玩意儿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我们体内的一个非常勤奋的工作团队 细胞 这些小家伙们 日以继夜的工作 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活动 但是 就像任何工作了太久的员工一样 细胞也会感到疲惫 开始梦想着退休生活 这时 细胞的时钟就开始滴答滴答地走动了 这个时钟的名字叫做端粒 端粒位于我们染色体的末端 它们的主要工作是保护染色体不受损伤 你可以把端粒想象成鞋带上的那个小塑料帽 端帽 每次细胞分裂 端粒就会变短一点点 就像鞋带的端帽用久了会磨损一样 当端粒磨损到一定程度 细胞就会进入老年期 或者说退休 停止分裂 这个过程叫做细胞衰老 现在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就像是一个社会版的细胞时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中的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 这就好比细胞终端力越来越短 这个现象有很多原因 比如医疗条件的改善 让人们活得更久 生育率的下降等等 但是 这个社会的细胞时钟 带来的挑战可不小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里大部分的细胞都退休了 那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社会也是一样 如果大部分人口都退休了 谁来工作 谁来支付养老金 谁来照顾这些可爱的老人们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倒转 或者至少减缓这个细胞时钟 从抗衰老药物到改变生活方式 人们试图找到保持端粒长度的秘诀 就像找到了永保青春的圣杯一样 而在社会层面 政策制定者也在努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比如提高退休年龄 鼓励老年人在就业 以及推动年轻人生育等策略 总之 无论是我们体内的细胞时钟 还是社会的人口老龄化时钟 时间都在不停地前进 我们或许不能停止时钟 但我们可以尽力让它走得更慢一些 让每个时间的例子都活得更加精彩 而这个过程 既需要科学的智慧 也需要社会的智慧 毕竟 谁不想在自己的生命时钟上 多挤出一点点乐趣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引发浪潮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印记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让人又爱又怕的现象 引发浪潮 这不仅仅是 一个关于人口统计的枯燥话题 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社会现实 它就像是一部大型多国联合制作的电影 主演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而我们都是配角或观众 首先 引发浪潮是个时髦的词汇 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新兴的冲浪运动 但实际上 它指的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这个浪潮不是一波三折的海浪 而是一波又一波的老年人口增长的潮流 想象一下 全球的海滩上 冲浪板被拐杖和轮衣取代 沙滩上的比基尼变成了花格子衬衫 这就是引发浪潮带来的景象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首先 我们得感谢医疗科技的进步 它让我们的寿命延长 但也让我们的退休金计划 看起来像是短跑运动员 准备跑马拉松一样吃力 其次 生育率下降 这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可能会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这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机器人 或者AI来帮忙 否则 谁来帮我们银发足服务呢 社会应急方面 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比如 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压力山大 因为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 还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保障费用 而老年人 则可能面临孤独和被边缘化的风险 因为他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可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 老龄化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 比如 我们看到了银发经济的兴起 从旅游到健康保健 从时尚到科技 老年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 甚至在一些国家 老年人成为了新的创业热潮的推动者 他们用丰富的经验和充裕的时间 开启第二职业生涯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银发浪潮也带来了跨代合作的美好机会 年轻人可以从老一辈那里 学到智慧和人生经验 而老年人 也可以从年轻人那里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以免在家庭聚会上被孙辈嘲笑 总之 银发浪潮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它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我们需要智慧和幽默来应对它 就像处理任何一场大型家庭聚会一样 需要耐心 爱心 和不少的幽默感 在探索人口老龄化这个话题时 我们发现 它像是一个时间的沙漏 历史的皱纹 细胞的时钟 和引发浪潮 这个话题看似有点枯燥 但是我们试图以幽默和轻松的方式来呈现 希望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很多挑战 比如经济压力 医疗资源的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但同时 它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和追求梦想 所以 我们应该珍惜美丽莎 不管他们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无论是政治面貌 科学计时器 还是社会印记 人口老龄化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和创新来解决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机遇 比如银发经济和跨代合作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人口老龄化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